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说了林仪借网瘾的 那么电机的 第四医院也是林仪 我有俩朋友 我们在一个小群里边 一个是林仪的 一个是泉州的 再俩见了特不好意思 说抱歉 我骗了你们 泉州安息 对啊 这诈骗 就说福建 马爷你清楚 你觉得为什么都是福建 安息这地儿的人搞电信诈骗 这个就很奇怪 按理说 他们那地方很不容易弄 很闭塞的一个地方 另外呢 过去那个诈骗一打电话 这早期都是从电话诈骗 你一听他那个口音就不行 台湾人呢 听得像 所以现在呢 这个区域性的犯罪 尤其诈骗区域犯罪 都互相传授经验 因为他的市场无限大 所以他不怕传授遗验 大家在传授经验中提高骗击 这个很厉害 他们就讲安息县 那个地方移动电话的 叫什么通信基站 不断扩容 都不能满足 那个量都拥抱了 当地政府一定知道他们干嘛用的 肯定是默许的 而且村里都贴标语 打击电信诈骗 对 他肯定只要你钱来了 你只要没有严打我这块地儿 是可以的 刚才马上说 为什么那个地方是山高皇帝远 他其实电信诈骗还要有一个地利条件 就是他在一个山谷里边 你外边人进去的时候 他外围有人看落 你稍微有人进来了之类的 哗就疏散了 就像当年打游击一样 放消息数 他在山沟里边只要有信号 能发送就行了 所以实际上地利条件不方便 反倒是有助于他诈骗 但是这个诈骗这么多年 网上不也有人说 看来还是得死人 一死人公安就得着 一死人就得着 所以你可以看看 这个很不幸 而且我听见好像不止徐玉一个人 过两天又出了一个 他有一临仪的 也是临仪的 也有一临仪的 这个就可以穷人家的孩子 弄点钱不容易 他一下子就心到病了 他现在这个诈骗 很专业化 他不停地有人去写这种本子 这种本子他要非常熟悉 遇到什么问题突然穿帮了 他就改进这块 这一点一点改进 他碰什么人说什么话 这最近不光这事 刚刚清华大学一教授被骗了一千都七百多万 他就那么多 就刚刚的新闻 他怎么这么多钱 我当时说 这什么教授 你看教授理论上讲是高智力的 而且今天这个诈骗 天天的在各种媒体上就警告你 你刚刚又被骗了 这边他还前有可原 第一地方比较低赛又比较穷 有刚上大学各种条件 以前按照诈骗 是个小案子 不到一万块 九千多块钱 是吧 把命丢了 对吧 这个代价太惨重 他这个就像马先生刚才说的 他们会写本的是吧 就像我是编辑 我觉得他会找选题 就是你平时你比如有双十一诈骗 你给你什么大优惠了 平时有中奖了 结果就是这个新生报道的时候 给你来个助学金的诈骗 就是他是专门针对大学生和他的父母的 就是因为在这个点上 大学生会密集的收到学校的通知 说我来给你这个有助学金补助 他就马上把这个信息又插入进去 这个助学金我来给你发送 实际上这一点就跟那些 这个航班延误的时候 别人说这个发一短信 您的航班出现了机械故障 您得往这边输钱 他有这个时效性和选题策划 这一点让他特别 所以说这次就为什么这个小女孩被骗呢 就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呢 是他先收到了一个助学金的这个通知书 就是这就是说明啊 这个他就相信了 那个那个做犯罪分子的那个电话 手机号码就在上面 这就说明就说信息的叫做精准泄漏 他马上就是甚至他能以这教育厅的名义 给你发通知书 这样你就信了呀 你信了拿的钱到这个桂研机那 那按照他的指示 他说哎你取不出这个钱来啊 你先把这九千九啊 给我打到一个账户 然后我把许给你的那个钱 一起再给你打回来 这女孩不知事迹啊 就这么一弄 对 现在还有不知事迹比这还可怕呢 我刚看到一个 那那我觉得很这都非常防不胜防 他就很简单 女排得了冠军胜利了吧 你为他点个赞 邦当一点赞 这卡丽钱就没了 为什么 病毒啊 就进去了 那个是病毒 你不能瞎点赞 点赞 找狼瓶要钱去 对 我没法点赞 这都是他说的完全是设计的 就是所有的防范 就是在这会儿 你好像觉得女排 我给你点个赞 这不费吹灰之力 结果你一点 他就进了你的这个 那个是更高级一点的 那个水平 黑客的水平 就是很多是邮件 你打开这个链接啊 你打开直接就没了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你没接过这个吗 我接多少回了 要不然就是我的婚礼 你来参加 对 这种都是 我被骗过一回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 就是我坐的飞机晚点了 我都挡着着急 我正查询的 什么纵红什么玩意的 大家收到一短信 说您的航班出现了机械故障 将晚点几个小时 现在我们将为您 转购另外一张机票 请打三千块钱 往里边去 这哪知识机啊 正在机场里边坐着呢 帮给打进去之后没了 你这么聪明的 还能给蒙了 我善良啊 我善良啊 而且他插入的太好了 我正着急 为什么晚点了 他说您这机械故障 我哪知道这是机械故障 那为什么要打钱呢 他就不明白了 他帮我买票 就是 对你有时候急 你急的时候 我看到他这个骗术 他骗术是先第一个场景 设计的情景 让你进入比较急的状态 他告诉你 如果你不尽快地办完这套手续 你的助学金可能被取消 你马上就急了 而且他给我打电话的 就是给我打电话说 我是哪行的 那行正好是我订票那行 就是哪行公司的 说您的身份证号尾号 是不是这几位 您的银行卡尾号 是不是这几位 那你的信息 您的信息都全知道 现在我就赶紧帮您操作 您已经快晚点了 赶紧帮您操作买一张票 您就从那什么什么去登机去 这反应不过来了 所以你说现在这个 这个个人 就是说个人信息 你一买房子 那些搞装修的 全知道了你的电话 你的姓名 是吧 女人一怀孕 各种妇产 医院各种什么都知道 他有人卖这个玩意 车险 人手保险 你买个车 保你还没出那车行呢 那是不是相关的机构 肯定是有内鬼呢 都是内鬼 那你太不要脸了 那不是什么 不是很简单 你内鬼是这样 有的宾馆 过去 现在还少一点 过去 南方有很多宾馆 它有专门卖银的小姐 他要跟前台要这个客人的信息 客人什么信息 客人入住 是一个人是两个人 是夫妻俩入住 还是一个男性入住 这个男性的入住的岁数多少 都对他判断 他是不是他的客人有帮助 你为什么过去到南方出差 你刚一进屋 光当那电话就出来了 要安活吗 要安活吗 你带着你老婆进屋 那电话就没来 他实际上都被筛进过 大数据营销 而且他是定向给钱 就是你 那个前台的人本来 他没机会挣什么钱 他如果说我每一个客人 我今天下他的每一个客人 十块钱就买走这个信息的话 今天一百个人 我就挣一千块钱 那很好了 我把信息给你 我也不犯法 不犯罪 犯法吗 不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咱们国家 是不是得采取点措施 就是这个长期以来 你这个公民隐私 完全 我觉得在中国 完全视若无误的 他们讲 上次有个搞破案的 给我讲 发现了几个G的 在朝中那边破获一个 几个G的硬盘 那里边上亿个人的 个人资料信息 从法律上是有的 我就看了一串 还能交叉保护的什么之类的 但是 就是法到那了 就是不管 我也问过 我也问过警方说 徐玉这种案子 为什么就破这么快 对啊 其他人有丢几百万的 去报案的 没气死啊 气死就破得快了 因为我们老家有一个 这个被人骗三百万跳楼的 也破了 而且是跑到云南 就是说花了将近一百万的警力费用 十几个人把他给破了 因为他跳楼了 就是到了命案的时候 他的级别要上升 像徐玉这种就已经进了公安部的什么 A级什么案子里面去 他的社会影响也在 就平时的是警力不足 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托词理由 说我警力不足 我没那么多人去做海量的信息筛选 而事实上也确实可能 徐玉这个案子要花费警方 特别大的一个警力和他的这个技术手段 去做这个事情 你说这看来啊 这个人呢 我过去真的是就没有心脏病的人 碰见特别急啊 特别大的打击啊 也可能会心梗啊 心脏病发作死 我过去以为是中老年人 有这样的 就平常很健康 就包括不是有在里边查的那个人 吓得就当时就死了 没想到这么年轻的这个小姑娘啊 就是这一丢了这个钱 太单纯 也没经过事 就担不住是吧 你看你看这这这这这姑娘 这多多悲哀的一件事啊 就是本来就是要上大学了 对 你说这帮丧尽天良的 你再看看他他父亲讲他的这个女儿 那个十万八万 他不成问题是吧 他有些人看一万张出来的 我从那时候我心里有数 我给他说你给他画在华氏里 我给他带着消费 也要外来加上的那个 不得还那些 他知道他要考上大学啊 就是一九十二岁啊 给他就想到给他带着 带着半年给他带出来的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这个还有人说的一些我可以给你念念 就是说北京有一个康达什么什么律师 韩律师在采访时认为 就是说从目前情况下 你就是抓着了这个诈骗者 因为不好判断徐玉玉的死跟他被骗之间的关系 从诈骗犯罪嫌疑人到底要不要为徐玉玉的死负责 还不好界定 就是说因为他是想骗钱 他没想到你会死 所以就说这突然让人生气的 就是你看啊 这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信息泄露行为 违法成本太低 本来咱们就给大家普普法 这刑法里边我就说 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 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 把公民个人信息出售 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的 按明确规定 这个刑法 这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但是呢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指出 信息泄露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 但是少有相关判例出现 由于情节严重缺乏细化规定 导致在定罪量刑上有难度 所以咱们这方面也是一个立法 也是漏洞 对你比如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就是徐毅毅的死 跟这个诈骗有没有直接关系 它无非就是两种证明方法 第一种证明方法是科学的 对吧 科学的要首先证明 人在极度悲哀的时候 心脏可以骤停 如果他的这个极度悲哀的心脏骤停 科学上可以证明 那这个事情就不用再做 其他的解释了 问题是这个很难证明 现在目前的科技 可能还做不到这么严谨 那么第二条就很简单了 第二条叫逻辑 逻辑很简单 没有什么 他直接的这个造成他的死因 一定是跟他这件事情有关系的 我们就是说 如果他就 我们再退一步 他就算有先天性的心脏疾病 如果不遇到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 他也不会死 那么这个逻辑 大家都可以接受 今天你向社会公布这个逻辑 我不相信有多少人起来反对这个逻辑 不要老听这些 就是技术的律师 跟你去解释这些问题 那么对于法 就是对于法和法的这个问题上 对于法则上讲 更倾向于对受害者有利 这才是对的 如果今天说 我要去处罚这个人 一定要对处罚这个人有利 对受害者无利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法进步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就觉得 这个很容易说就是逻辑 我们从逻辑推 对不对 他是不是极度微商 他是不是在那样一个环境 如果说 他是一个大富豪家庭的 家里有的是钱 说他骗9000块钱 你打个电话再给你9000 这种人你突然死了 你这个从逻辑上讲 说不通 但他这个逻辑 你看他爹讲的 一万块钱 对他是很大的钱 要攒半年 是吧 这个当然这个犯罪分子 当然他没想骗到什么样的人 他不去筛选 只要骗到就行 但是这个骗的这个行为 你知道不知道是犯罪 你肯定知道犯罪 所以就一定要严处 我认为这个处罚就是要高陷 但恐怕有 即使有这个因果关系 现在我觉得肯定是有因果关系的 他也判不了太大的罪 就是不超过一万块钱的话 一般都是三年以下 如果罪行 比如说民分比较大 这个社会影响比较大 也可能判三五年吧 就是他不会把他做成一个过失杀人 或者说把死亡这个事情给牵扯 你看前一阵不是说 那个台湾诈骗集团 电信诈骗集团 不是关于钱返回大陆 还是钱返回台湾 当时发生这个争议 就是他其实很多他知道 就是老头老太太的退休金 全都给骗走了 我现在觉得就有些犯罪分子 今天道义无道 就是说跟老人这种可怜的老头老太太下手的 我说你这玩意真是黑了心 上海就一个78岁的老人被骗 也是一千多万 那人直接入户骗 帮你办所有的手续 那老头老太哪懂这手续 就直接当着你的面 把钱就给弄走了 六天以后才报案 就一分钱都没追回 而且你知道他写这剧本 对我在咱们节目讲过好几回了 就是我碰见过 我碰见过就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要讲台湾口音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漏洞 一开始就是给你造成一个情况 把你唬住 一人说你是窦文涛先生 我是你的电话 什么在网上被一个赌博集团 他就说上网的号我都听不太明白 他说上网的号被一个 先说你有没有赌博 网上赌博 我说没有 我赌博我都私下里赌 然后他说我们查了一下 就是你等一会儿 过一会儿又打了电话 说那你就是被盗用了 现在有一个赌博网站 他用你这个上网的一个什么 一个号在进行网上赌博活动 我们就要查封 但是查封需要你配合 这样都不用 就是你自己打电话 我给你一个电话 就说这个案件的这个发生地 是南京公安局 南京古楼区公安分局通知我们的 你打电话 我给你这个号码 我打过去 那边南京古楼区公安分局 是啊 怎么怎么着 然后你把你的电话号码 把你身份称号码告诉我 那个时候我有点怀疑 我说哎 你们这个到底是不是南京古楼公安局 他说哎公民 跟我这样讲 跟当年苏联一样 公民你的你的这个怀疑非常好 应该我们公安局啊 鼓励广大公民 有这种警惕的意识 这样我给你一个电话 这是我们公安部 专门用来核实全国每一个地方 公安分局的 是否真实的电话 你打这个电话 你问他南京古楼区公安分局的地址 和我的名字 我都告诉你 哎 真有那个电话 但是我没打那个电话 因为这个时候我开始注意到 我说这个南京的警察 怎么讲起台湾话 我就 那时候我就没打 你看你一没打 过会他追过来了 他说 邓先生 你有没有打那个核实电话呀 我就知道了 我就没打 嗯 他我觉得他这个台湾口有两个原因有可能 一个他是台湾人 另外一个他因为这个福建那边的普通话太差 他只能因是装作台湾人还好像像一点 如果是装作这个普通话他还真不行 就是我是北京什么的那不行 那个那个是 我觉得那个是 只能是化缺陷为优势 而让你相信他可能是这样一个的 另外我其实感兴趣的是 为什么气死的是 徐宇 就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就刚才这个马尔士也说了 就是他没经过事 没经过事的背后呢 实际上他是一个农村的女孩子 农村的女孩子走出乡村 考上大学的这个难度 实际上是超过男孩子的 而且他 就是 农村也有 山东啊 河南像林漪啊 这种丘陵地带这种地方 基本上女孩上一个小学高年级 或者说初一初二觉得没戏了 就嫁人了 就基本上就可以嫁人了 一般是你考了这个年级第一 正上第一就觉得老实说 你一定能考上大学 这个爸妈才舍得给一个女孩子去投资 因为他是一个投资 男孩子是可以拱着你去上一下 对对对 女孩子是你不是特别优秀的 你就没这种机会 而拿到这种机会的女孩子 实际上是把她当成自己唯一的一个 这个人生之路的 她就每天想的 就我看了很多是个女学生 考不上大学的时候 那真的是有一种崩溃啊 自杀啊 那种状态 考不好的时候都不行 就是 她的生活的唯一的指望 以及她对于她父母的挣钱的男的 这个体验 因为女孩子跟孩子不太一样 对 我觉得造成了她的这种 突然间的这种猝死 生生气死的 对 你这个分析是 因为农村出来的嘛 对对对对 真的是对女孩子 农村的女孩子来说啊 她这个负担太大了 这个这这九千多百千 就是她心里的负担呢 根本不是我们能够体谅到的 真的是不一样 每个人的对钱的感受是真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很惋惜嘛 这个社会的 就是说你上一个档 怎么把命丢了 我纠正一点 刚才在法律上有这么一个规定 在所有的诈骗案 它有三个数据 叫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 数额特别巨大 它大概定的是 五万是一个数 二十万是一个数 那一万就是数额较大 就是小数 但是它三年十年 乃至无期中 它有一个后果 叫引起严重后果的 它有一个这个法律 这就是严重后果 包括引发当事人自杀 或者等等的 它都可以处于最高到无期 这个事 你看了 它不会清了 它不可能三年就给它忘了 这绝不可能 因为它这叫严重后果 引发了严重后果 而且我觉得 这个就说 这个福建安息那边的 曾经日发诈骗短信 一百万条 从这个一个箱里发出去 然后呢 这个他是这个村长说 2004到2012这78年 是安息县电信诈骗的高峰 这些诈骗比较典型的 有几种 一是中奖了 二是猜猜我是谁 三还有一种 就是购买六合彩特码 你说为什么 它这个口音 对 它口音是这样 你千万不要小看 它用一种 就是你认为是台湾腔 或者福建腔的口音来 就是是个很笨的方法 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方法 有人逆向算过它这个事 它拿一口音 比如说你有一种 还有一种骗法 就是你到我办公室来 对吧 它用这种口音呢 就是严重的欺骗口音 把智力好的人一笔全筛掉 骗到后来成本很大 剩下的都是弱智 对 它先把聪明人 用这个笨方法全部筛掉 你如果进入了它这个圈套 就你现在说 它怎么突然什么 你看它骗你很吃力 它费了半天劲 最后你还是识破了 它骗不了你 如果呢 你一开始 就你对这个口音根本没有感觉的人呢 那么它就认为你很容易上当 对 我们过去做生意 是把傻的人筛掉 今天它做生意 是把精的人筛掉 骗傻的 所以它就诚心用这种口音 给你说 弱势群体 你不要 对 你不要认为它是个傻子 它很精 如果它说 这个思路 对 它的思路是反的 行骗成本 降低成本 因为它的行骗成本 它要经过多少道程序 如果它在最后一个瞬间被你识破了 那太亏了 它就索性上 你第一次就识破我 那好 我不要你 它发出一百万条里 只要有 甭说有一万条 有一百条成功 万分之一 它就发财了 它跟重彩一样 那就是搞重彩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缺德的原因 很缺德 这个疯了 就很多人说 有人挂上电话 说话都说不利 搞什么诈骗一挂 这种人就不是他欺骗的对象 我们我父母厂里就有好几个这样的 就是你说老人 你说这是农村女孩 这个老太太丢了十块钱 当时就坐马路上起不来 高血压 就真能把老人的命都给嗝了 对 但是老人会为了一个被人骗的骗术 或者一点小利益 把十万块钱给拿出去 这就是他的知识结构 防范意识 这些都不行 还有就是土瘫 有人是瘫 当然了 但是但是就说 你说这个正结 现在很多人把这个正结啊 归咎到 刚才你这说了 这用重刑 是吧 但是还有人这个正结归接到 就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信息泄露 这是不是个中国特色呀 哎 我怎么觉得在外国有没有这个 就整天给你打电话 有的 我觉得不光是信息泄露 因为现在有很多诈骗是随机的 它是随机的 我认为中国就是这个道德崩溃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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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果 我们道德崩溃是一个崩溃的状态 今天我们不停的谈底线底线啊 各种事情都发生 你仔细想你谈的这所有的事情都跟道德有关 我们今天是一个就是要重建道德嘛 这个重建的路要漫长 我们过去人都有最基本的这个自我约束 不骗人家的钱 这是个很简单的 对 可以出轨 不要骗钱吧 对对对 所以现在这种欺骗呢 在社会上 它欺骗还分两种 一种是非法欺骗 还有一种合法欺骗 现在很多商业上是用一种合法欺骗的方法 揣着明媚装糊涂 就是我们看到了 你不是前一段时间铺天盖地的广告 什么什么草啊 什么什么药啊 花很多钱 那都是合法的一种欺骗方法 对 而且我有时候就觉得 你说包括每个人对个人隐私的这个 你看就说有些 比如说这个明星坐哪个飞机 我怎么觉得这个网上就有人把人家的登机信息 全都晒出来 那不是航空公司或者机场的工作人员泄露出来的吗 他有有内线吗 就是包括去拍明星的那些人 为什么那些明星这边一下地就给偷拍了 或者俩人啊 这种有内线是给是给了钱的 按说呢 医生或者是我找你去看病 你不能把我的这个医疗信息给公布出去 律师你更不能 对吧 我觉得现在都没有什么体统啊 对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职业的道德操守 你现在你的信息 你的这个信息 而且现在信息很很烦 过去你就看病填个名字完了 是吧 现在把你所有的信息都填在一张单子上 你现在信息被泄露出去 个人信息是各个多个途径 我觉得就是公开透明的 咱们这个政治不公开透明了 咱们这个公明个人信息都是公开透明 但不要说你今天上是最简单 你到银行去去汇个款 然后他给你一张防诈骗单子上 把你所有的信息都填在这张 那张单子只要你往直楼里 只要你往直楼里扔 你的信息全全了 他们全都 那就是政府一边推行实名制 实名制是要求你必须 你没有实名制 不能买票 不能上飞机 不能什么之类的 另一边保护那边没做到位 结果就成了全是实名消息 全泄露了 这几天我那个电话给我停机了 我去问说我们要推行实名制 我说我那是实